日本社会人口老化带来各种问题,但也非毫无刺激经济成长的商机可言,特别是针对70多岁的长者需求和消费习惯,各产业可借此瞄准打造符合长者需求的产品、服务以及数位需求渴望增加等商机。 出网照分享,日本人口老化虽带来各种问题,但也潜藏经济商机,特别是70多岁长者的需求和消费习惯,日本各大产业都已推出符合70多岁长者需求的产品与服务,甚至就连数位需求都渴望增加。 日经新闻报道,专家指出,70多岁长者大多都已尚无父母,不太需要担心财务问题,也似乎更愿意花钱。 日本政府的资料显示,70多岁长者的人均支出每月约10万日元,880美元,以和较年轻的世代相当。 2015年日本70多岁长者比率为11%,预料到2020年将升至13%,因此各产业可针对这代长者打造合适的产品和服务,将渴望抵消其他年龄层之初期换的影响。 打造长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制造商和零售商都已打造更能让长者适应的产品,例如汽车业已发展自动刹车系统和油门控制,日产的电动车Leave还具备自动停车系统自驾车确定上路后,汽车业更渴望迎接这群荷包满满的长者市场。 此外,日本70多岁长者的旅游人数分别高于5,0岁和60岁年龄层的长者,部分原因是有充裕的时间,又想认识更多童年龄层的人,代表线上旅游资讯需求将日益成长,例如旅行社提供可配对单身或管寡,不经想独自旅游的富裕长者共同出游等资讯。 数位需求渴望升高 另一项让婴儿潮世代长者甘愿掏钱的商机,是提升长者的数位素养,这渴望提高智慧手机和智慧喇叭等装置的销售,也能刺激线上支出。 不过,皮尤研究中心去年的调查显示,日本60岁以上张者使用智慧手机或平板的比率,仅分别为19%和9%,远低于美国的42%和32%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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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